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位置的痣有不同代表意义 有些痣虽然长在一个位置 但是因为颜色大小和形状的不同 所代表的寓意也会有所区别 那什么位置的痣是幸运痣呢 什么又是胸痣呢 今天小匠痣就和大家说说 1.身体实处幸运痣 1.头顶的头发里有幸运痣 头顶发里有痣的人 说明自身由于前世的功德善业 导致今生能够得到贵人帮助 且能够存财 甚至能够收藏到一些宝物 如遇到困难 即使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 或者出世之后衣食无忧 别人要奋斗几十年 而你一出生便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 2.后脑勺的头发里有幸运痣 后脑勺头发里有痣的人 说明有一定的贵气 有降相之才 有朝廷显贵之命 后脑勺有痣的人 比较适合从政或者从军 天生是吃官粮的人 3.眉毛有幸运痣 长在眉毛中 但外观可见的痣 称之为草里藏株 以聪明来论 这种相里的人确实聪明 眉毛里有痣的人 说明自身会得到贵人的相助 暂且不论是贵人提拔 还是贵人扶助 总之都会对自己 有很大的帮助 事业上甚得长辈器重 婚姻也会很美满 4.耳朵有幸运痣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财运 健康运 耳朵上有颗痣 代表聪明 善解人意 同时也代表 肾气比较足 并且涵养力颇深 学习能力强 对于深厚的学术 有很好的理解力 耳朵上部有痣的人 一般从小聪明伶俐 耳朵下部有痣的人 财运佳 耳朵眼内有痣的人 寿命长 5.肩部有幸运痣 肩膀上长有痣 说明此人挑重担 在工作中 往往担任着重要角色 负责重要工作 不容易轻松生活 能够担任领导 或者管理之职 能够管理好下属 是一个难得的管理之才 这个位置有痣的人 在有一定能力之后 可以尝试自己创业 6.胸部有幸运痣 胸部有痣的人 说明自身是个有福运的命 能够掌握经济大权 会有很多幸运围绕着你 胸部有痣表示此人 头脑灵活 善于经商 财源旺盛 是越大才越旺 一生富足有余 而且子女聪明才智 7.手心有幸运痣 手心有痣的人 说明自身衣食无忧 手背有痣的人 说明颇善于理财 也会是一个占有欲较强 这种人是个能力强的治理者 属于心思缜密 计算精确之流 这种人最适合当工程师 法官或者会计师等行业 8.膝盖后窝有幸运痣 膝盖后窝有痣的人 能够享受晚福 不仅能得子孙环绕 且能够得到他人的关心 晚年幸福感较多 男女都特别善于理财 男人更是富裕不为金钱发愁 如果女人的右膝盖上 长了痣已晚婚 9.脚底有幸运痣 脚底有痣的人能管理下属 可获得朋友的拥护和支持 事业会有此成功 脚底有痣的人代表该人聪明 有特殊天分及才能 你是个需要食脑才富有的香港 绝对幸运 是所谓的喉风代想 这类的人可以做地方支掌 统领一方 向安乐山截度使 脚底就长有痣 10.腋下有幸运痣 腋下有痣一般指的是 自己胸部的侧面到腋下这个位置 而金汇也称为财库 以前银员拿包包或者银票的人 大多都是往腋下一夹 而这里也像是夹着一包钱一样 因此假如你这里有痣的话 象征家境会比较的富裕 2.九颗胸痣不能留 1.眼白有痣 桃花灾难男女分开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代表着一个人的心理变化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智商 情商 人际关系和感情运势 如果眼白长有恶痣的话 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 一万个人中不一定有一个 不过如果此处长有恶痣的话 代表着桃花再难 感情方面容易出现分离 结婚后也容易离婚 2.眉眼间有胸痣 常换对象心不定 眉毛与眼睛之间为田宅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 田宅房产和家庭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公长有胸痣的话 代表着家庭动荡 基业不稳 经常容易搬家 家庭关系也容易因为经济原因 发生矛盾和纠纷 对待感情方面不够专一和忠诚 经常喜欢换对象 3.额中有兄制 和上司同事相处不当 额头的正中不伪 在相学中也称事业工或者官路工 代表着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个人才干和事业贵人运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正中 长有胸痣的话 代表事业方面的运势不好 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 而且也不太善于处理和领导 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事业方面容易遭遇 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4.印堂有胸痣 诸事不顺 工作多挫折 印堂也称之为命工 位于两枚之间 主一个人的心胸气度 和一生的命运沉浮 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处 长有胸痣 形状不规则 颜色黑亮的话 代表着工作和生活方面 容易遭遇意外 在人际交往方面 容易发生矛盾 也会因为一些倒霉的事情 使得钱财损耗较大 总之是诸事不顺 干啥傻闹心 5.风当有胸痣 爱情不坚 风当即是耳孔处 那块凸起来的软骨 此处如果长有胸痣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情比较的犹豫 做事缺乏主见和判断力 尤其是感情方面 属于耳根子特别软的类型 容易被他人的甜言蜜语所蒙骗 心智不坚 在感情中总是优柔寡断 总是犹豫不决 有些三心二意 也容易被他人欺骗感情 6.权骨有胸痣 管理有心无力出差错 权骨也称之为权力之骨 代表着一个人的管理能力 权力欲望和社会地位 如果一个人的权骨部位 长有胸痣的话 这颗痣称之为破权痣 也叫做破权痣 长有此痣的人缺乏魄力和主张 容易影响到自身的判断力 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 导致破财 管理能力较弱 不适合当领导 7.美尾周围有胸痣 中年婚姻不真 美貌尾部至发际线之间的部位 包括着夫妻宫 外福堂和天仓三个部位 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 储蓄能力和福气 如果美尾部位长有胸痣的话 代表着婚姻和事业容易出问题 储蓄能力比较弱 婚姻感情方面容易出变故 男人缺乏忠诚专一 容易做出越轨之事 女人自我控制力较差 对婚姻缺乏忠贞 8.眉头有胸智者 亦犯口舌观思 眉毛在相学中 为兄弟公或者情缘公 代表着一个人 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同事朋友的关系和感情运 而眉头主感情 眉尾主理性 眉头长智的人 一般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也容易因为家产和经济方面的原因 与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 与周边亲戚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经常容易发生口舌之争 严重者甚至会惹上官司 9.眉中有胸智者 一生会遭遇一次意外 眉毛中的智一般皆为极致 如果说眉毛中的这颗智体型较大 色黑而有明显的话则就为恶智了 眉毛正中长有恶智的人 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 也很有智慧 情伤非常之高 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挣钱的能力也比较强 但是一生之中 容易遭遇一次大的意外或者凶险 严重者可能一下子就会被打回原点 只要度过这个难关 往后会越来越顺 如果你不幸有以上这九种胸智 那么小姜之建议你找个时间赶紧点掉 不要让不好的事情发生 令自己后悔莫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